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在中国历史上,很多将军死得壮烈,但这位战将的结局却有些让人难以置信。 他被称为千古第一战将,战场上无敌,令敌人闻风丧胆。 当他最终被无马分尸时,眼看凄惨结局将至,却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事, 剧中,他竟然硬生生把马拉了回来。 如此神奇的壮举本该让他流芳百世,但他的最终死法却让人唏嘘不已,窝囊得很。 这位战将究竟是谁?他的命运为何如此反转呢? 在唐朝末年的动荡年代,戴州飞狐县的沙陀族聚居地里,一个名叫安静斯的孩子出生了。 他的母亲崔金凤是个未婚少女,因怀孕而被族人驱逐。 崔金凤带着安静斯住进了一个破旧的窑洞,艰难度日。 安静斯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力量。 据说他四岁时就能轻松搬动成年人都难以移动的石块。 七八岁时,他更是一拳打碎了一尊石像的脑袋。 这些故事在当地流传开来,人们都说这个孩子天生神力将来必成大器。 安静斯长大后,凭借超人的力气在山中狩猎为生。 他常常能猎到比别人多得多的猎物,不仅养活了自己和母亲,还经常阶级邻里。 渐渐地,他成了方圆百里内有名的勇士。 一天,安静斯在山中遇到了一头凶猛的老虎。 其他猎人都吓得四散逃命,唯有他毫不畏惧。 他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,最终将其活活打死。 正当他拖着虎狮准备下山时,一位威武的将军骑马经过。 这位将军正是当时声名显赫的晋王李克用。 李克用出身沙陀族,从一个普通军人一步步爬到了河东节渡史的高位。 他年轻时就以勇武著称,十五岁就开始从军,在平定皇朝起义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。 李克用建安静司年纪轻轻,就有如此神力,顿时大喜过望。 他当即决定收安静司为义子,并为其改名李存孝。 从此,李存孝跟随李克用南征北战,很快就成为了禁军的中流砥柱。 李存孝跟随李克用征战沙场,很快就展现出惊人的武艺和军事才能。 他力大无穷,善使与王朔在战场上所向披靡。 传说他疑朔能挑翻数十名敌军,让对手闻风丧胆。 有一次,李存孝率军与敌人也战。 敌军派出了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猛将王彦章迎战。 王彦章使一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枪,身经百战,未尝一败。 当他看到年轻的李存孝时,不禁有些轻视。 两军阵前,王彦章挺枪刺向李存孝。 谁知李存孝竟然空手接住了王彦章的大铁枪。 王彦章使尽全力想要抽回长枪,却纹丝不动。 李存孝哈哈大笑,随手一扯,就将王彦章连人带马掀翻在地。 这一战,彻底奠定了李存孝天下第一猛将的地位。 就连李克用也感叹道,存孝之勇,冠绝古今,真乃天寿奇才也。 从此以后,李存孝威名远扬,成为了禁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。 李存孝不仅武艺超群,在军事谋略上也颇有剑术。 他善于用兵,美战必胜。 在一次围攻敌城的战役中,李存孝响出了声东击西的妙计。 他命令大部分军队在城东造势,自己则带领精锐悄悄潜入城西。 当敌军全力防守东面时,李存孝突然从西面发起猛攻,一举攻破城池。 这些战绩让李克用对李存孝越发气重,他不仅将李存孝视为一子,更是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。 李存孝也以赤诚之心回报李克用的信任,在战场上屡见其功。 而李存孝的才能和功绩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嫉妒。 特别是李克用的亲生儿子们,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兄弟颇有威慈。 他们担心李存孝会抢走他们的地位和权力。 李存孝的功勋越来越多,威望也越来越高。 他在军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李克用的亲生儿子们。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嫉妒。 特别是李克用的第四个儿子李存孝,对李存孝的崛起感到异常不安。 李存孝原本是李克用最宠爱的儿子之一,但自从李存孝来到之后,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。 李存孝开始暗中散布谣言,说李存孝野心勃勃,想要取代李克用。 他还伪造了一些书信,暗示李存孝与朝廷勾结,准备背叛李克用。 这些谣言渐渐传到了李克用的耳中,让他对李存孝产生了怀疑。 与此同时,李存孝也感受到了周围人对他态度的变化。 他发现自己虽然立下赫赫战功,却迟迟得不到应有的赏赐。 一些原本对他恭敬有加的将领,现在见了他却冷眼相待。 这种情况让李存孝心中不快,也开始对李克用产生了不满。 公元891年,李克用派李存孝和李存信一起率军保卫定州。 李存孝按照原定计划先行出击,准备和李存信里应外合。 谁知李存信故意拖延,迟迟不到。 李存孝孤军作战,虽然打退了敌人,但也因此错失了全间敌军的良机。 李存信却趁机向李克用报告,说李存孝临阵退缩,一物战机。 他还暗示李存孝可能与敌军有勾结,这番话让本就对李存孝有所怀疑的李克用更加不悦。 李克用给李存孝写了一封信,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他。 李存孝读完信后,心中愤怒不已。 他觉得自己为靖国立下汉马功劳,却换来这样的对待实在是寒心。 在这种猜疑和不满的氛围中,李存孝开始和敌方将领王荣有了书信往来。 起初,他只是想发泄自己的不满。 但随着交往的深入,王荣开始劝说李存孝投靠朝廷。 李存孝心中犹豫不决,却没想到这些书信最终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。 公元894年春天,李克用得知了李存孝与王荣的书信往来,顿时大怒。 他认为李存孝辜负了自己的信任,背叛了晋国。 于是,李克用下令李存信率军讨伐李存孝。 李存信早就对李存孝怀恨在心,这次终于有机会除掉这个强劲对手。 他率军包围了李存孝驻守的行舟,并在城外挖了深沟,筑起高墙,想要困死李存孝。 李存孝起初并不把李存信放在眼里。 他认为凭自己的武艺随时都能冲出重围。 可李存信的围困策略出人意料地奏效了。 不到一个月,行舟城内就断粮了。 饥饿的士兵们开始骚动,李存孝的处境越来越危险。 在这种绝境下,李存孝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 他站在城头向李存信喊话,想要解释自己的冤屈。 而李存信对此置若罔文。 最终,在饥饿和绝望中行舟成破李存孝被擒。 李克用得知李存孝被擒的消息后,心情复杂。 一方面,他对这个曾经视如己出的意思感到失望和愤怒。 另一方面,他又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英雄就此陨落。 可是李存信等人极力主张处死李存孝,以以警校友。 在各方压力下,李克用最终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,处李存孝以无马分尸之行。 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法,将犯人的四肢和头部分别绑在吴匹马上,然后驱使马匹向不同方向奔跑,将犯人的身体撕裂。 星星那天,天空阴沉沉的,仿佛也在为这位英雄哀悼。 李存孝被绑在吴匹撞马之间,面对即将到来的酷刑,他却显得异常平静。 当行星官一声令下,吴匹马同时发力,想要将李存孝撕成碎片。 而却令所有人惊讶的是,李存孝竟然凭借惊人的力量,硬生生地将吴匹马拉了回来。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 李存信见状,恐怕李存孝会逃脱,立即下令挑断他的手筋脚筋。 在失去了力量源泉后,李存孝终于不敌吴马之力,身体被撕裂。 就这样,这位曾经威震天下的猛将,最终以如此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李存孝的人生真是跌宕起伏,从穷小子一路混到天下第一猛将,谁能想到最后竟然落得这么惨。 说到底,还是小人太多,鸣枪一朵,暗箭难防。 这故事告诉我们,在职场上要多长个心眼,别太单纯。 不过话说回来,李存孝这种拼命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。 虽然结局悲惨,但他那种不服输的尽头确实让人佩服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